年迈的父母所住的空间 不需要太多的隔间跟棱角 适度的开放空间 让父母方便走动 才是最方便老人家的设计 来看看刘建林设计师 如何设计这样一个无障碍空间 并且保留了厨房 客房的机能 还让通风采光良好 看一下这个家的公共区域 没有隔间 感觉特别的宽敞 Kent 一开始这个家 这么宽敞 每一间都这样吗 那当然不是 原来是怎么样 其实它原本的格局 是还蛮传统的格局 就是中央走道 然后旁边都是房间 原本的厨房是在那个位置 然后原本这个角落是房间 那因为如果我们希望 空间达到通透穿透的效果的话 只是把这边的厨房打开 但是外面的深度 其实是不太够的 不太足够我们去再做一个中导 或者做一个餐桌摆放的位置 所以我们当初做了一个 比较大的动作是让厨房跟客房的位置 两个做一个对调 我们一旦做了这样一个对调的动作之后呢 厨房它的深度够了 开放的格局也可以比较方正的 被定义出来 是 对 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动格局啊 只考虑到 那就把厨房开放出来了 整个格局就会变大 而是要考虑到其他房间的相对的位置 当然 跟互相的一些关系 对 那当然我们也要去检讨说 屋主平常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你要针对他们的习惯来做这些物件安排 在这边的动线我们的宽度都有特别的加大 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说 未来万一说他们有辅具这些要使用的话 也许它会需要一个比较宽敞的走道空间 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把空间整个放大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论是在沙发的配置 或者是餐桌中导的配置 我们都会希望它是在一个比较循环的状态下 在空间中出现 而不是好像是靠着墙边啊 或者靠着窗边是这样的一个摆设 因为藉由这样子流动动线的配置 自然而然可以让他们在空间的移动里面呢 更自由 不论是说在实质上的使用 或者是说在空间感上的感受 比较能够因为流动的动线 可以感受到空间的一个顺畅 或者是感受到空间的一个连接性